欢迎进入小天才电话手表 加油 范米丽 本节目由前后双摄 小天才电话手表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哪里不会指哪里 步步高旗舰S5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来到小天才电话手表 加油范米丽 有请主持人诚意 名字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有营养长知识的全新少儿意志节目 小天才电话手表 加油范米丽 来到这个舞台 来到我们的大家庭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今天要持续地分享智慧 分享快乐 当然接下来时间 还有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们 将会一直陪伴着我们 他们就是我们的烤饭团 欢迎 欢迎烤饭团 今天烤饭团有两位新同学加入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 我叫橙子 今年十岁 是二年级的小学生 别看我个子不高 但我跟橙子一样酸酸甜甜 拥有有趣的内涵 欢迎橙子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常熟的黄锦怡 我的爱好有很多 有画画 唱歌 跳舞 还有弹吉他 这就是我 爱吃爱玩的小丸子 你们记住我了吗 记住了 太多财多艺了吧 今天我们的烤饭团实力都非常非常的强哦 是的 那马上让我们了解一下 本期节目的总规则 总规则 三个孩子将会面临四轮考验 第一轮 米粒亮相 三人依次亮相 秀出自己 争取答题权利 第二轮 米粒必答 主持人出题 孩子轮流答题 第三轮 米粒抢答 有考犯团 轮流出题 孩子抢答 第四轮 米粒快答 主持人出题 请有助力 孩子快速答题 答题完结 累积米粒数最多的同学 获得本期冠军 并进入最终的米粒幸福了 好了 总规则已经了解完毕了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米粒亮相 那马上来请说今天的一号同学吧 来 有请一号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择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在歌 我最亲爱的祖国 如果你是大海 永不敢搁 永远给我 彼岸请我 心中的歌 大家好 我是黄文宇 今年八岁了 我爱好唱歌 别看我年纪不大 却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我希望能和家人游遍祖国的每一座高山和每条大河 非常喜欢旅游的一个小朋友 这个愿望也非常的远大 因为我们国家真的是浮原辽阔 有很多的景色等着我们去看 那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我去过的地方可不少 近的有联营港 苏州 长州 还有无锡 远的有北京 云南 湖南 湖北 河南 你跟我们聊一聊哪些地方令你印象最深刻好吗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说在沈阳 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雪 然后还有像城堡一样大的冰雕 那次玩得太兴奋了 然后把鼻子都撞破了 我看现在还有点疤 如果到北京的话 你最好去吃一吃乳煮啊 然后我们都谈到北京烤鸭 在云南你可以去吃过桥米线 看来对各地美食还是挺了解的 如果接下来你还有新的计划的话 你准备还去哪些地方 我还想去看看丝绸之路 然后还想去看看墨高窟 还有歌里唱过的黄土高坡 还有一条神奇的天路通往的布达拉宫 说得真好 当然我们也期望着你能够实现你的旅行计划 是的我们伟大的祖国960万平方公里 等着你用你的小脚去丈量 好啦那接下来时间问问烤饭团 你们是不是喜欢我们这个爱唱歌 爱旅游的小朋友呢 来请亮加油灯 五盏加油灯都亮了啊 来问一下元宝为什么亮灯了呢 我觉得他唱歌很生动 都给我们五个陶醉了 把你给唱陶醉了是吧 对 那要祝贺我们这位同学 获得了五盏加油灯 掌声鼓励 你准备好了吗 小天才我准备好了 好 请入座 好 一号同学呢 是一个特别热爱祖国 渴望拥抱祖国每一寸土地的 爱旅游的小朋友 那接下来这位会是谁呢 有请二号同学 欢迎二号同学登场 好 太模糊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大热光 清早光着小脚牙 走遍树林河山岗 在岸岸岸岸岛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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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 大家好 我叫逍遥 今年八岁了 来自上海 妈妈希望我每天快乐逍遥 所以给我取了逍遥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起得真的特别好 就一股逍遥自在的感觉 那你平时的生活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又快乐 又忙碌 怎么个忙碌法 光一个暑假 我就参加了主持 朗诵 钢琴 声乐 美术 跆拳道 舞蹈 七门课目的考骑 这是够忙的 对 你这时间能安排得过来吗 当然安排得过来 听说你在暑假 就已经给自己做了一个 非常安排有序的台历是吗 对 给我们展示展示吧 是什么台历 这是你的行程表是吗 对 我的天啊 就是七月和八月我的礼牌 你看这边有声乐 声乐数学 对 主持 对 英语 对 钢琴乐队 我的天啊 妈妈也觉得我太忙了 我就是 我就是哭着喊着说 上课很快乐 考级很快乐 看来是一个能够在学习当中 找到兴趣和快乐点的小朋友 就像我们一号喜欢旅游 去全国各地去打卡 你就把各种科目也当作打卡点去一一打卡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烤饭团为这位同学亮起加油灯 也是五盏加油灯啊 我觉得他能在一个暑假里面把七门科目都给考完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这里要祝贺我们这位同学获得了五盏加油灯 掌声鼓励 你准备好了吗 小天才 我准备好了 好 谢谢你 来 请入座 我觉得这位同学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学习小能手 对 非常的厉害 那么喜欢学习 热爱学习 而且也小有成就 那第三位会是谁呢 来 认识一下三号同学 欢迎 等你来 等你来 米水等你来 好茶香 米酒店 醉了你莫怪 标准 花几天 醉了你莫怪 最美一家宅 我莫怪几天 空几天 空几天 你若来过梦你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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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思同雨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小女孩 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着旋律一起哼歌了 唱歌首先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 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舞蹈比赛 我没有晋级 我当时就很伤心 没有忍住就哭了出来 我想着我跳舞难道是很不好吗 然后我哭着哭着我就想 这么哭着也不是办法呀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用唱歌解压 然后唱歌唱到高潮部分的时候 我的情绪也跟着高音发泄出来了 用音乐来缓解压力 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是吗 是 这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那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 音乐还可以带来哪些好处 音乐还可以给我增长知识 比如说我唱的这首 《一山一水等你来》 它能让我了解那边的风土人情 它们那边最传统的节日 就是六月的火把节 然后它们那边的特色 食物 就是烤茶和米酒 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不仅喜欢音乐 而且通过音乐了解一些地方 或者一些特色的食物 并且也去体验品尝一下 那除了烤茶之外 通过歌曲 你还去到了哪些地方 体验到了哪些不同的内容 我还很喜欢唱 《喊三峡》这首歌曲 唱完了以后 我就去了三峡那边 能给我们喊一段三峡吗 能 来 开始 先唱来一段 来 沊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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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一声 我的三峡有 我的那大山下楼 真不错 真的有一种在唱山歌的感觉 那接下来看看考翻团 对她的第一印象到底怎么样 来 请亮加油灯 又是五盏灯全亮了 也要祝贺我们这位同学 就获得了五盏加油灯 是的 来 你准备好了吗 小天才 我准备好了 好的 请入座 欢迎 我发现今天三位女同学 有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就是她们很爱学习 很会学习 而且很会快乐地学习 而且我也发现一个共同点 这三位同学 她们都获得了五盏加油灯 好 那这个时候 就要请我们的考翻团 对 难了 来合议一下 到底谁有机会可以获得 我们的加油卡了 我们的五位 请合议 我们决定选 我们决定选二号 为什么 因为二号是个温暖的小女孩 她温暖在哪里了 因为她知道采蘑菇发给我们 原来是因为有礼物的原因 温暖了我们的元宝 好了 谢谢元宝 那我们的二号同学逍遥 我们有三张加油卡 看看你会如何选择好不好 好 来看大屏幕 来看大屏幕 第一张是加时卡 可以加上十秒的答题时间 第二张是求助卡 可以运用小天才电话手表 进行场外求助 第三张是清除卡 可以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那请问一下 逍遥你会选择哪张卡呢 加时卡 加时卡 希望待会争取更多的时间 能够给你更多的答题的机会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用我手中的最新款 小天才电话手表 C6来拍一张合影吧 来 前后双摄 拍照 保存 好嘞 好嘞 拍照完毕了 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今天的答题了 三位同学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首先进入到 我们的米粒必答 米粒必答规则 本轮主持人出题 三位同学轮流答题 每题答题时间限时5秒 超时制作答题失败 欢迎各位进入到米粒必答 好了 三位同学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听听 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 是我国哪个省份的特色小吃 A甘肃省B陕西省 A甘肃省 回答正确 其源于清朝时的双皮奶 是我国哪个省份的特色甜品 A福建省 B广东省 B广东省 夏日清凉小吃冰粉 最早出现在我国哪个省份 A四川省 B云南省 B云南省 错误 当然是四川省 我们经常在这个重庆小面 或者是四川小市的店里面 经常会点到这个冰粉 冰冰凉凉甜甜的 记住了吗 是四川省的小吃哦 诗句 汇当铃绝顶 一览重山小市 诗人站在哪座山顶的感慨 A 黄山 B 泰山 B 泰山 诗句 无边落幕 萧萧下不进长江滚滚来 描写的是哪个季节的景物 A 秋天 B 春天 B 春天 错误 这首诗描写的是作者在晚年的时候 登高望远 看到陵暮落叶 萧萧而下长江滚滚不息的场景的时候 做的这一首诗 所以描写的是秋天的风景 你猜对了吗 墙角树枝梅 凌寒独自开中的梅和什么 被世人誉为花中似君子 A 松竹兰 B 菊竹兰 B 菊竹兰 21人排队回家 小红站在最中间 那么从前往后数 她是第几个人 A 10个 B 11个 B 11个 上午9点过多少小时是下午2点 A 5个小时 B 7个小时 A 5个小时 小明有8支笔 小冬有2支笔 小明要给小冬几支笔 两人的笔就一样多 A 6支 B 3支 B 3支 海马游泳时身体是什么状态 A 树直前进 B 水平前进 A 树直前进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办法 来确定一条鱼的年龄 A 根据鱼身上的灵环 B 根据鱼的牙齿 A 根据鱼身上的灵环 除了人类 地球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 是什么 A 老虎 B 大象 B 大象 世界上被称为教育王国的是哪个国家 A 以色列 B 日本 A 以色列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国歌最长 A 法国 B 孟加拉国 B 孟加拉国 B 孟加拉国 好了 那我们的所有问题都已经问完了 看看大家的答题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是哪里呀 B 大哥哥 我迷路了 你在哪呢 月宝 我现在在这里 别害怕 我知道你在哪了 月宝 我来了 能视频道电话手表 小天才电话手表 小天才电话手表 小天才电话手表提示您马上回来 小天才电话手表提示您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前后双摄 小天才电话手表 独家冠名播出 首先是我们的一号同学 他回答对了五道题可以加上五颗泛米粒 全对 逍遥同学答对了四道题 挤上四颗泛米粒 就可 那我们的三号同学也是答对了四道题 可以系上四颗泛米粒 接下来我们的答题将会升级化 会更加的快速 而且烤饭团也会出题了 想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同学有没有信心 有 好的 一起进入到米粒抢答 米粒抢答规则 本环节由烤饭团轮流出题 同学们进行抢答 正确加分 犯规或回答错误不得分 欢迎各位进入到米粒抢答 那这一轮呢我们的烤饭团将使用步步高加教计 来为他们出题加油吧同学们 同学要提醒三位同学 把小手放在抢答器上面 要听到请抢答 答字出来之后才能按钮 如果提前按钮的话就算犯规了 好 那接下来请烤饭团出题 请听题 这是一道图片题 请看大屏幕 在这个方块中填入数字 是各行各列 及对斜行上面的和 都可以等于75 每个数字只能有一次 请问在这个问号里 填入什么数字 A23 C28 C30 请想答 2号 我觉得是B 回答正确 祝贺28 好 祝贺逍遥回答正确 可以积上一颗半米粒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28 对 因为这样的话 不管是横 树 还是斜 加起来都是75 好的 祝贺我们的2号总结逍遥 接下来烤饭团继续出题 请听题 床前明月光是李白的千古名句 其中床指的是什么 A 窗户 B 握具 C 井上的围栏 请抢答 1号 C 井上的围栏 回答正确 好 祝贺我们的1号中学 可以积上一颗半米粒 那接下来请考换团继续出题 请听题 B 在野外被蛇咬伤 应该怎么处理 A 用布袋等 在离伤口3到5厘米的地方扎紧 及时送1 B 赶快跑回家 C 坐在原地等大人来 请抢答 3号 A 用布袋把伤口绑住 回答正确 在这里补充一下 不是绑在伤口上 而是绑在离伤口3到5厘米的这个位置上 防止毒液扩散 小朋友记住了 好的 那接下来请考饭团继续出题 请听题 人和理是我国古代哪一种学派的主要思想 A 道家 B 法家 C 儒家 请抢答 2号 B 法家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是C 儒家 好 请考饭团继续出题 请听题 小明已有两种款式的帽子 和两种颜色的围巾 那么他的帽子和围巾 更有几种不同搭配的方法 A 四种 B 六种 C 八种 请抢答 1号 A 四种 回答正确 请听题 假如你的一首五绝诗被杂志社采用 按照正文部分 每个字五块钱来计算 那么你应该得到多少稿费 A 五十元 B 一百元 C 两百元 请抢答 2号 逍遥 B 一百元 回答正确 请听题 A 张恒发明的地洞 A 张恒发明的地洞 以上有几条龙 A 八条 B 十二条 C 二十四条 请抢答 2号 逍遥 A 八条 回答正确 请听题 B 弟子归礼 称尊长 不顾民众 物是什么意思 A 物B B 不可以 C 赶紧 请抢答 2号 B 不可以 回答正确 2号 答得又好 速度又快 又加上一颗饭米粒 祝贺 好了 我们也希望1号跟3号同学继续加油 我们继续听听烤饭团的题目是什么 请听题 这是一道视频题 请看大屏幕 各位代表 徐伯鹏代表建议 用义勇军剧行曲作为国歌 请大家发表意见 天安先生 你是歌词作者 你的意见呢 我不好表态 听大家的吧 我赞成 我赞成修改歌词 用血肉著称我们新的长城 请问片段中谁是国歌的歌词作者 请抢答 2号 国歌的词作者是田汉 回答正确 祝贺2号 请听题 蛋白质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夏丽奶中蛋白质含量最低的是哪种 A 酸奶 B 奶酪 C 乳酸菌饮料 请抢答 2号 2号犯规 那接下来1号 3号可以继续抢答 请抢答 1号 C 五冠军饮料 回答正确 那现在呢 我们的米粒抢答环节的所有问题已经问完了 看看大家的米粒数是怎么样的 首先是我们的黄文宇答对了三道题 集上三颗泛米粒 祝贺 那我们的2号逍遥答对了五道题集上五颗泛米粒 我们的3号同学思同宇答对了一道题集上一颗泛米粒 来盘点一下目前的米粒数 我们的1号同学集到了8颗泛米粒 逍遥集到了9颗泛米粒 思同宇目前是5颗泛米粒 目前米粒数稍微落后的同学不要灰心哦 因为我们后面的答题随时可以赶超 加油了3号 加油 好的一起加油 那接下来呢我相信我们的同学们会更加有信心和底气 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将会前来助阵 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好嘞一起进入到米粒快答 米粒快答规则 本环节为快问快答 主持人出题同学答题 每个同学可邀请亲友助力 登自行车 车速达标 灯光亮起 开始答题 限时一分钟 一分钟内车速低于标准 灯光熄灭 视作答题结束 欢迎各位进入到米粒快答 这一轮呢我们的三位同学将不再孤单 因为亲朋好友都会来助阵了啊 那接下来呢就要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同学 首先是我们的一号 你要请谁来帮你骑单车 是我妈妈 因为她带我去玩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我喜欢旅游更喜欢跟妈妈在一起 喜欢跟妈妈相处的每一分钟的时光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一号妈妈登场 欢迎 有请 欢迎一号妈妈 欢迎 大家好我是黄维雨妈妈 欢迎黄妈妈 好可爱 好可爱啊 我看您今天手上也是拿着一个 是相册吗 相册吗 你看眼界不是受限于你的文化 而是取决于心 哇 有聆听世界的决心啊 有吃变世界的决心 所以说这个册子记录了你们去游玩 去感受中国大好可善的点点滴滴是吧 对这本就是到龙门石窟的 因为我们我也给他做了很多很多 好可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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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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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到 好了 谢谢妈妈 妈妈非常厉害 是足足其满了一分钟 当然女儿也非常厉害 答对了六道题 可以集上六颗范米粒 好 接下来的林子姐为大家解答一下 刚才有几道没有答对的题目的答案 首先是奥运会五环齐上 那五环呢 不是指五湖四海啊 指的是五大洲 还有 轩轩有十个气球这道题 正确答案呢是十五个 这是一道数学题 两个物体接触面的面积呢 是直接影响到摩擦力的 当局者迷 旁观者倾 用另外一句诗来概括 有相同意思的就是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最后一道题啊 被誉为黑旋风的是 李逵而不是张飞 你答对了吗 那在这里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妈妈 来到现场助力 谢谢您 辛苦了 谢谢妈妈 谢谢 休息一下 那接下来跟我们的二号同学逍遥了 请问你的助力嘉宾是谁呢 也是我的妈妈 因为我在我的生活过程中 妈妈既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的老师 还是我的战友 那么多层关系啊 身份也太多重了啊 那到底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来 有请妈妈妈登场 欢迎 大家好 我是逍遥妈妈来自上海 欢迎逍遥妈妈 刚才逍遥跟我们介绍的时候 把我们都说迷糊了 又是老师又是同学 又是战友 为什么有那么多层的关系呢 同学是这样的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艺术梦 然后我就在逍遥 刚刚满四周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给她上 很多的艺术课 播音主持 朗诵 唱歌 跳舞 反正能上的都给她上 所以才有了一个暑假考西门级的 这个经历也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在她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然后我都是跟着她一起学 那么也是成为她的同学 对 那老师呢 今年暑假呢 我给她报了一些网课 在她那个上课时间 她出去的时候 我在家里就是先上一遍 把题目我都做一遍 然后看她哪方面就是不理解 那么上完课呢 我再给她做一个指导 我觉得妈妈真的太厉害了 因为不仅是孩子在学习 妈妈也在如何学习 做一个像老师像同学这样 多方位地去陪伴孩子 有质量地去提高孩子的 学习成果啊 非常非常厉害 好 那谢谢妈妈 给我们传授了很多 这个学习方面 应该如何孩子互动的一些经验 那接下来开始答题了 想问一下妈妈 你们准备好了吗 在这里要告诉笑儿一个好消息 因为呢 你获得了我们的加持卡 会在待会儿妈妈骑单车的 总时常上的再加上十秒钟 来 妈妈请上单车吧 来 准备启动 环保单车 好 开始答题 请说出成语 前世不忘的后半句 不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行星队吗 不对 把一张长方形的纸 对折三字后 在上面打一个洞 展开后纸上共有几个洞 三个 太极阴阳图里 共有几种颜色 不 当我们取得成绩时 王之焕的哪具诗可以勉励我们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不 太阳是一个旋转的高密度炙热的气体 球还是固体球 气体球 马铃薯和红薯都是地下根对吗 不对 做实验时 需要多做几次得到的数据才更科学对吗 对 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和周瑜联手大破曹俊的著名战役叫什么 赤壁之战 人们利用一天中阳光下物体影子的电话规律制作了滑表计时对吗 不对 学生超过老师 后人胜过前任可以用哪句称语来表达 不 时间到 妈妈辛苦了 手足起了70秒 妈妈加油 妈妈刚刚都有点腿软了 来 中间请 中间请 妈妈真不容易 慢一点 慢一点 在这一轮呢 我的妈妈总共起满了70秒逍遥 答对了六道题 掌声鼓励 加上六颗半米粒 刚才说的前世不忘 后半句是后世之诗 一张长方形的只对折三次之后 在上面打一个洞 展开之后几个洞呢 八个洞 太极阴阳图当中啊 你看阴和阳对应的就是两种颜色 就是黑和白了 所以呢 正确答案是两种颜色 当我们取得成绩时 用王之幻的哪一首诗来代表 这个时候的一个心境 可以更上一层楼呢 就是欲穷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 最后一道题 要学生胜过老师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青出于蓝 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助力团了 那就是我们的三号同学了 请问你会邀请谁呢 我要邀请我的爸爸 为什么 一是因为他的体力好 二是因为我和他的关系 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是腻 到底有多腻呢 我们有请爸爸登场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是三号四东宇的爸爸 好 欢迎您 刚刚女儿说了啊 您跟他之间的关系 一个字形容 就是腻 有多腻呀 说明平时呢 四东宇的生活和学习 都是由他妈妈一个人来负责 所以呢作为我来说呢 也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但是呢 我会经常带他去冒险啊 去打些游戏 去吃一些 他妈妈不让他吃的一切食物 您就是宠着他啊 小小的溺爱了 但是你看每次爸爸受到这些的时候 您看我们总都是嘴角威威地上扬 觉得好甜蜜呀 那其实除了有溺爱之外 我相信爸爸平时也会以身作则 给女儿树了一个榜样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 喊四东宇起床 他就哭着跟他妈妈说 那妈妈你每次喊爸爸起床的时候 也都是喊了很多次爸爸在起床 所以说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对我本来讲非常触动的 我说作为一个父亲 我要以身作则 就是我要在家里 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所以说以后妈妈只要喊一声 爸爸立马从床上弹起来 我醒了 对对对 司同宇啊 爸爸后来做得怎么样 很好 很好 就爸爸从此以后真的没有赖床吗 没有 其实刚才不管是女儿讲的 还是爸爸描述的 都体现出了我们这个家庭的 有爱和温暖 所以说今天的答题 我相信会格外地精彩 是不是 加油 好嘞 来 老爸请到这边做准备 好 但是爸爸要努力哦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很少有爸爸骑到一分钟的 因为爸爸的时速要求很高 要达到每小时50公里 对于爸爸来说 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来 准备好 来 启动环保单车 速度很快啊 好 开始答题 请说出成语不入虎穴的后半句 西德虎子 错 海洋具有调节气候的功能对吗 对 假如今天是星期三 十天后是星期几 星期六 成语目无全球典故中的 袍丁的职业是什么 出师 周恩来在晚南事变发生之后 写下了同事操车相间合集 这句话引用了曹子哪句诗 过 月亮是地球唯一的卫星吗 不是 蝙蝠视力不佳 所以靠嗅觉辨别物体的方向 对吗 不对 一块调形磁铁 各部位的磁性强弱 和磁铁的形状有关 对吗 不对 在哪吒的神话故事当中 龙汪三太子叫什么名字 熬饼 我们用什么动物来形容 不会游泳的人 海鸭子 沙漏是测量流沙速度的仪器 对吗 不对 吃饭用的筷子最好选用竹子还是金属材料 竹子 世界上第一个预报会心的人是谁 哈雷 正确 在最后一秒又答对了一道题 谢谢 爸爸也非常给力 骑到了一分钟 老爸体能不错 你看连 看不出来 一点不喘气 一点不喘气就有点危险 刚刚老爸是足足其满了 60秒 而女儿非常给力 答对了11道题 太厉害了 好厉害啊 好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第一道题 不入虎穴 后半句是 焉得虎子 而不是喜得虎子 还有一题 周恩来在晚南事变 发生之后写下的同事 操哥 相间合籍 引用的是曹植的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这样的诗句 记住了吗 把掌声送给我们四童女的爸爸 太给力了 谢谢爸爸 辛苦了 谢谢老爸 来 这边休息一下 谢谢 来盘点一下三位小朋友的米粒总积分 我太难了 盐宝 干什么呢 西大哥跟我演一道题怎么能贵 这还不简单 用步步高啊 小步小步 这道题怎么做 步步高旗舰S5 哪里不会指哪里 步步高家教机提示您 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前后双摄 小天才电话手表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哪里不会指哪里 步步高旗舰S5 特约赞助播出 好 首先是我们的 黄文宇这一轮 记上了6颗泛米粒 总米粒数是14颗泛米粒 掌声鼓励 二号逍遥同学 这一轮同样是6道题 6颗泛米粒 总积分是15颗泛米粒 而我们的思同宇这一轮 答对了11道题 记上11颗泛米粒 总米粒数是16颗泛米粒 思同宇非常的厉害 用最后的一分 中答对了11道题 实现了反超 成为了今天的金米粒 祝贺礼 当然也要祝贺我们的黄文宇 以及逍遥 他们成为了本期节目的 金米粒 很厉害 好 那接下来 我们马上要进入到 最后一个环节了 也是我们的思同宇 冲击他供应梦想的时候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一起进入到 米粒幸福捞 米粒幸福捞规则 获得金米粒称号的同学 进入玩具池 每捞起一个玩偶 即兑换成10颗泛米粒 与本场总米粒数相加 汇入工艺池 当工艺池累积到 1000颗泛米粒时 将为受赠的学校 捐赠加油泛米粒图书角 让汇本温暖孩子 让阅读无处不在 加油泛米粒图书角 游览可其特别支持 欢迎各位进入到 我们的终极环节 米粒幸福捞 那接下来 跟我们的三号同学 思同宇 来实现他的公益梦想了 没错 思同宇同学 刚才跟两个小伙伴 共同创造了 45颗泛米粒的好成绩 那待会儿呢 我们会进入玩具池 每捞几个玩具 就可以兑换10颗泛米粒 所以思同宇捞得越多 我们贡献的爱心 也就越多 思同宇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嘞 装置请启动 是时候表演 真正的技术 好嘞 开始下降 捞起来吧 你有五秒钟的时间 可以捞玩具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上升 加油 主号 四 主号 四同一同学 刚才捞到了七个玩具 可以兑换成70颗泛米粒 加上我们刚才的45颗泛米粒 我们今天三位小宝贝 共同创造了 115颗泛米粒的好成绩 感谢 感谢三位 分享智慧 分享快乐 还奉献爱心 同时呢 我们也感谢今天刚刚 新加入烤饭团的两位新成员 那就是我们的小丸子和虫子 感谢你们 好了 谢谢二位 当然在这里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你也想加入到我们加油 泛米粒的话 方法很简单 通过屏幕上 重现的报名方式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了 当然一定要记住 下一期同一时间 锁定我们的小天才电话手表 加油 泛米粒 感谢小天才电话手表 冠名播出 感谢步步高家教机 特约播出 现在荔枝新闻客户端 独家探班 幕后专访 请先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